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请 大家请进 请 请 张建老 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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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好好好 我给大家说 在这个地方 没有尊卑之分 高下之别 我们都是平起平坐 为民国做事情 大家请坐 今天请各位来 议一件事 就是迎袁世凯到南京政府 就任临时大总统 蔡总长德高望重 是团长 大家看 还有什么困难和意见 畅所预言吧 此行任务 含建都问题吗 肯定含的 对此啊 全国的舆论 乃至于同盟会内部 均有对立的意见 众所周知 我是不赞成定都南京的 但是 当参议院已多数通过以后 我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可张台严等人公然撰文说 员工既被举为大总统 则明时自归之矣 何必定统一政府于金陵 方可接受也 同盟会的民力报也公开说 统一南北 本也 殿都何处 墨也 争其墨而败其本 这不是很愚蠢的吗 这都是不懂议会政治直论 对此 我是赞尘黄克强所说的 清朝政府现在已经退位 并交出了国家政权 但是南北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 我南京临时政府 应该说是法定的国家政府 不能因为你袁世凯 接替了临时大总统之职 就要把我们南京临时政府 搬到北京去 来迁就于你 我看是不行的 对此我是赞同的 可袁世凯他本人呢 蔡总长 所以就要劳你的驾 带领着北上访问团 去北京 说服袁世凯啊 北方议和团总代表 唐绍仪什么时候去北京 明天 好 你就作为太总长的先锋官 随唐绍仪去北京 给袁世凯先吹吹风 好 怎么找不到了 二位 父亲 唐绍仪总代表和汪兆明到了 来了 大人好 大人好 好 好 大人好 大人好 好 好 二位啊 咱们在哪儿谈呢 你看我这儿 中事西事都有 你们来定 大人 就近吧 羊的 要不怎么说是留学的呢 快快快 坐坐坐 好 坐坐坐坐 坐坐 袁大人请 还是喜欢这口 谁 好 唐先生 你对建都南京 有何意见哪 孙中山挑起建都之争 其目的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啊 就是要把袁大人请进石头城 获约适用金钱修成的陵墓之中啊 此言诧异 我不赞成此件 以国度问题 与临时政府建制地点混合 故声 种种误会 国度问题 当由国会来解决 临时政府 为暂行统治权之机关 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说的不无道理啊 不过赵鸣啊 我们世下有很多困难 很难办哪 对了 方才英国驻华公使朱尔连打来电话 说老朋友赵鸣到北京了 一定要接你呀 谢谢 谢谢 他要代表欧美诸国告诉你 他们一致反对 建都南京 我懂了 好 唐总代表 一定要按照国宾的规格 欢迎孙中山先生的代表团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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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警长 我代表袁大人 请来欢迎阁下一行 谢谢 谢谢 你好 赵先生 赵鸣啊 欢迎您 情况如何 一切正常 袁大人明确指示 按照国宾待遇 安排蔡总长 下榻外务部的营兵馆 过了 过了 请 Trainer 致 欢迎 庆大人力 欢迎 庆大人力 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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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这次元道总统 会不会同意去南京任职 蔡总长 带您忙忙国事 我陪着您到四处去拽拽 元大人 好 请 元公 蔡总长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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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宋教仁先生 元大总统 您好 您好 赵明您见过 大人 赵明 来来来 快坐 好 请 坐 坐 坐 好 马上就要到三月了 诸位来自江南三月花如海的南京 对北风 初春风袭人的京城不习惯吧 肯定是不习惯了 大家多是走南闯北之势 什么样的气候都能适应 这就好 这就好 客气候都能适应 您一定见到过我发表的 布告全国文了吧 我们来到北京之后 各种报纸发表了 许多这个不实之词 作为专史 除了转达孙中山先生 对您的问候之外 还有义务 向您重申我此行的职责 袁公当立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 是为法理上不可迫之条件 故袁公就职于南京 准之理论 暗之时局 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 好 也因此 我们欢迎之目的 就是专程迎接员工 南下 就职临时大总统之职任 与其他建都问题 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 均了无关系 员工对此可有不同的意见 你刚才说什么 我是说 迎接员工南下 就职临时大总统职务 去啊 当然要去 怎么不去呢 明天怎么样 明天我就和诸位 去南京就职出任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为什么不去啊 这可真是太好了呀 真没想到员工 您能如此深明大义啊 好 好 好啊 说哪儿去了 我马上报告孙中山先生 在南京做好一切准备 欢迎大总统的到来 看来 我们的员工 还是误会了 误会了 是啊 在南京我就说过 在见到员工之前 不要人云亦云 有所偏见 现在 我们的顾虑 都迎刃而解了 赵明说的 也不全对啊 其实 我答应你们此去南京 有诸多的困难 一 北方各省都督 尤其是军政要远 外国驻华使劫 齐声反对啊 二 二 清廷刚刚退位 北方的局势不稳哪 一 我绝没有推堂之意 我是有材料为证啊 你是我们北方的总代表 把我准备的材料 交给蔡先生 由他们 再转给孙中山先生 是 刚才我说了诸多的困难 但转而易想 为了当前 南北僵持的局势 早日结束 有一个 统一的国家 和一个安稳的局面 让百姓不再遭受 战乱之痛 我要想到这一切 而不应该考虑 个人的 安危和厉害 我们对员工的 海阔胸怀 深表敬意 这次来北京啊 也对北京的形势 有了更深的了解 正如员工所说 员工啊 如果明天走 感觉时间紧迫 我们欢迎团 可以在此多等几日 待员工处理好 手中的事情之后 再难下也不迟啊 不中 不中 现在任何事情也比不上 我们南北 和解统一这件事情的 好 我说好了我明天跟你们去南京 我就得去 不能改变 种不种 种 种 蔡先生一行就交给你了 持住性不准出座 要我拿你试问 是 是 谭教天的京剧 好听啊 给蔡先生一行 安排一场 要是怕剧场安全出问题 那就请到迎宾馆 来一场谈会嘛 种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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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唐红 曹君啊 准备得怎么样了 报告大总统 我第三阵官兵 业余准备停荡 就等您一声令下了 还记得我说过的用译吗 记得 虚虚实实四个字 第一个虚字呢 虚张声势 借一下族 但不得伤人 好 第二个呢 虚中有识 有声有色 但掌握有度 好 两个识字 真枪实弹 真兵实干 但另性禁止 对的 那就按照原定计划执行吧 这北京的烤鸭 果真是名不虚传哪 皮嫩肉香 尤其是那焦黄的皮 入在口中啊 不嚼就化了 蔡总长 你知道这烤鸭 为什么这么好吃吗 这关键就在于火候 何止是烤鸭 就说啊 我们请这位老摩深算的 袁某人南相 也得需要掌握好火候 这话讲得好 我们说清了呢 他不理睬我们 说中了呢 就可能把双方的局面搞僵 搞僵怎么了 再将他也不敢对我们动武 更不敢把我们软禁起来 就是啊 难说呀 我了解袁世凯 绝对不可能 再说 他马上就要去南京 救这临时大公导了 他能干这种蠢事吗 就是我们鸭子飞不了 好 过来 快快快 来来来 过来 弟兄注意 听到我的枪声以后 立即向营兵馆上口开枪 别怕飞子弹 对了 今天晚上九点钟 谭教天就来营兵馆唱堂会了 我们可要多备些散碎银子呀 您放心 袁大公子已经把银子送过来了 并且让我转告二位 当年慈禧 听谭教天的戏 也得赏几个菠菠呢 赵敏啊 你吃过当年老佛爷 赏的那个菠菠吗 没尝过 但我见过呀 就是用栗子面 做的那种小窝头 好吃吗 你想啊 老佛爷吃的东西 那能错得了吗 就个人兴趣而言 我不但不爱吃老佛爷 赏的小窝头 就连他爱听的京剧 也没有比才的歌剧 咖善好听 咖善比咱们京剧还好听 当然了 去去去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父亲 据参加兵变的部队报告 昨天晚上 他们在东城区东华门 王府井和千门一带纵国抢劫 有的还闯进民宅 发生了强奸民女的事情 是 蔡元培率的代表团呢 兵变事件发生以后 我立即通知营兵馆 请他们赶紧躲进六国饭店 谁负责把他们送到六国饭店呢 是 是赵明带给他们逃到六国饭店的 有人受伤吗 没有 大总统 按照您的命令 昨夜兵变之事已经办法了 胡说 胡说 确实办到了 谁让你办的 不是 不是您的意思 草魂 滚出去 大总统 滚出去 走走走 走 又是一介无夫啊 袁大人 这下边该怎么办呢 唐先生 你立即驱车到六国饭店 向蔡元培先生指签 是 北方的局势很乱啊 随时都会发生兵变 你告诉他们 不要离开六国饭店 哪儿也不要去 是 基于这种动乱的局势 你代我 务必请他们原谅啊 好 那 他们与南京的联系呢 对啊 让他们把店门交给你 我们来待放 好吧 真是乱了乱了 好 你去吧 是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是 大家不要慌 好 诸位 唐先生 你怎么才来呀 怎么样啊 看样子 你们一夜都没有休息吧 还休息呢 我们逃离一夜的难 真是 袁大总统 也是一夜为何演呐 天一亮 就派我来六国饭店 向你们通报 有关兵变的情况 请快讲 此次兵变 由谁发难和原因 均不清楚 袁大人已下令调兵进京 镇压兵变 估计 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那 各国驻华使节 有何反应 这是英国驻华公使猪尔典 送交我外交部的照会 什么内容 简单地说 他们为了保护 驻华使馆的安全 已经请求各国政府 派兵进京了 这怎么可以呢 这绝对不行 使不得使不得 如果事态再扩大 八国联军又要进北京城了 这是最危险的 据袁大总统说 更加危险的是 不知此次兵变 是否有扩大之势啊 我们该怎么办呢 马上给孙中山先生发电报 就说 袁大总统 不能南下就职 据来自北京的消息说 一日夜 也就是三月一日夜 变兵们 又在北京西城和北城分掠 数千家居民 遭受严重的损失 更不可理解的是 通州 宝定 天津等地 也同时发生了兵变 洗劫了民居和店铺 更为有意思的是 欧美一些国家 扬言要派兵进京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谁都知道 经金宝一带的驻军 都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 没有他的命令 谁敢进京发动兵变 结论只有一个 袁世凯为了拒绝南下 自编自倒了这样一出 兵变滑稽戏 这也是我的结论 袁世凯啊 他坚持留在北京 他就是为了削弱 我们南京政府的控制力 是吧 所以我断定 袁世凯会不会将来 就是民国政府的祸患 但是我们宁护航的 一些旧官僚 立宪派 甚至我们同盟会 内部的一些统治 却一致指责我们是 请袁世凯来南京 军就任林氏大总统 是给袁设计了一个 寝军入旺的丑剧 你说 那么中山先生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哪 以实事考虑 以全局考虑 首先我们要知道 中国再也不能发生兵变了 甚至要迁就我们革命内部 一些不同的意见 要避免分裂 所以我们要让袁世凯 继续担任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 但是 正因为这样 我们迫切地需要 研究出一部临时约法 我们必须用法律 来约束他 袁世凯 依法治国 依法办事 我同意 那就要请宋教仁等同志 返回南京 参加临时约法的 起草工作 好的 那蔡元培先生他们呢 那就让他留在北京 代表我们 出席袁世凯 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吧 大家往这儿看啊 来 往这儿看 一 二 三 诸位 诸位 下面请 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 讲话 我们过去的这些朝廷命官 都知道这样一句话 朝中 朝中不可一日无主 我们的国家 已经虚伪以待多日 所以 才酿成了这次京城的兵变 现在 我填补了权力的真空 虽然 我还是一个临时大总统 在新的内阁没有成立之前 希望诸位 能尽力 击使各自的权力 谢谢大家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可疆你也想写一篇新赤壁妇吗 不 我只是突然想起了 肃东坡的赤壁怀骨 是啊 人生如梦 一尊寒泪将月 这个诗句还是很消极 可是这样的诗句 竟然出自一代豪放词人 苏东坡之手 这恐怕只有身临其境 才能理解苏东坡为何引出 高处不胜寒的名句 是啊 你看啊 你我 我们今天为了临时约法 能在参议院顺利地通过 竟然躲到这长江边上来了 似千古风流人物之幽情 我想很多人都不会知道的 今天照明就要南下了 我们为你践行 来 把这杯酒干了 我滴酒不沾 你知道我以前也是滴酒不沾 喝酒能死人哪 喝吗 好 好 好 我敬大人 为我设宴 谢谢大人的鸭子 喝 喝 喝吧 好 喝 赵明啊 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父亲 赵明暂时不回来了 为什么呢 他有婚约 有魂约啊 一块石头扔进江水中 可以激起一个小小的浪花 虽然很快又会被江水淹没了 可是你我呢 可想 周郎也好 赤壁也好 最终都会灰飞烟灭 你看 眼下我当这个临时大总统 总共是四十四天 我就辞职让位 最终让位给袁世凯 天下人肯定都要说 我们这是为什么 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发出自问 可假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么做 还不就是为了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 和鸡贫鸡弱的中华民族吗 我已经二十八岁了 这次我回上海 就是为了和我 相恋有年的未婚妻完婚 是哪家的女子啊 是南阳乔商之女 陈碧君 君就是君子好求的君 碧呢 就是完璧归赵的碧 大人 我得回去跟她完婚啊 宋先生好 你好 大总统 可江兄 大总统 临时约法通过了 通过了 真的 真的 有不同意见吗 先生开始提议要理临时约法时日 有人说中山先生当临时大总统 那就是总统制 袁世凯兼任大总统 那就改成内阁制 可随着北京兵变内幕的逐步披露 多数议员又改口说 还是孙先生有先见之名啊 什么先见之名 应该说都是大家的共识 这部临时约法今天能顺利通过 我相信 你宋教人一定是费了不少的口舌 中山先生是清楚的 西方国家的民主 就是体现在参众两院的角力上 若想获胜 就得八方串联四面游说 所谓费口舌才刚刚开始啊 完婚之后上哪儿去啊 完婚之后我就离开中国 去法国巴黎渡蜜月 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那我这儿也就没什么指望了 去巴黎够远的 需要很多钱哪 这样 赵明啊 我和柯定呢 总得表示一下 要给你这个新郎官 要给威歼面的新娘子 一笔嫁妆钱 五万块 怎么样啊 少啊 感谢大人 你们向袁世凯 提出内阁名单了吗 提出了 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大家一致建议 有同盟会出任内阁总理 有克强兄掌陆军总长 你放心 按照临时日约法的规定 他袁世凯是无权提出内阁名单的 如果有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违 公开违法 那他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所造成的后果 那就不言而喻了 走吧 咱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呢 走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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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公子 驾 你慢点 驾 快 驾公子 驾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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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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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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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怎么样啊公子 放下放下 我的腿 快放下 快点放下 放下放下 我的腿呀 汪先生 请用咖啡 谢谢啊 对了 海灵 先生就要正式辞职下野了 你还继续做他秘书吗 不知道 不过孙叔叔如果需要 我一定会留在他身边 证明 先生 证明 你坐 哦 证明啊 袁世凯就任林氏大总统以后 对 南方提出的组阁名单 他同意吗 不同意 嗯 他说 新的内阁总理 一定要用他自己的人 他应该明白 他应该明白 这不是 他这个林氏大总统所能任命的 他说 等新的宪法颁布以后 再做决定 他应该清楚啊 啊 他这个林氏大总统 是我让给他的 所以说 这些内阁成员 应该照顾到南北双方的利益 哦 这点他倒同意 嗯 只不过 有两个职务 他一定要坚持 其一 哦 是内阁总理 他坚持要用唐绍仪 此外 陆军部总长 他坚持要用段祺瑞 你这次回到南京之后 张敏 你这次回到南京之后 有些什么想法 先生 明天 我准备去上海 与毕军完婚 之后 南下洗亲 然后 我们就去法国度蜜月了 是啊 是啊 都怪我过去成天拽着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知道革命革命的 把自己的很多事都给耽误了 现在 总算有时间 安排自己的事情了 我祝福你们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不怕 殴陋 祝福我 这是 不怕 扯认你 对 拿给你 不怕 警察 地下 那么特别 打远 我是 Madonna 我 够了 她 女人 却被现实所限制 为自我常常很痛苦 一切悲欢离合 其生死之事 都是缘分 爱情寄托 最宝贵的是精神 不局限于身体 此情 贵在能天长地久的相知相为 又岂在赵赵睦睦并枕厮守 君英 你已经与碧君结婚了 再这样 我就对不起他了 我就对不起他了 是我对不起你 你们何时离开上海 要什么事 今期 君英 和我们一起去法国巴黎吧 是去度芈月吗 也可以这样说 这既不合适 也不方便 我想好了只要你同意 我就向你嫂子增情姐弟 还有你妹妹方军碧 发出邀请 我们一起去法国巴黎 我们家没有这么多钱 只要你能同行 军营 签的事由我来解决 为了解决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一职 由赵凤昌 张俭等人斡选 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 算是履行我们跟袁世凯的协议 有南方革命党成员出任总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